Hello everybody,我是穆穆,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今天Allen和木木要谈论的话题就是天际 因为我们都知道外国人见面 打招呼的方式就是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天好吗,天好吗,嘴角微微上扬 是的,天好吗 那么在中国我们怎么样来打招呼呢 说了吗 你今天吃了吗 OK,但是我和木木平时打招呼 我一般都说木木今天吃要了嘛 所以说这是拉近彼此关系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这一句话哈拉打招呼的一句话用好了 很快的就跟别人打上线 欧险你棒棒打的这个英文能力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一些很简单的英文句子来谈论天气 What's the weather like out there 天好吗 What's the weather like out there 首先呢,这句话里面有两处连读的地方 首先what is可以连称what is like out 可以连称like out OK,what is like out 但是我们如果想知道未来这一段时间会不会下雨会不会出态呀 例如我想问一下下周一会下雨吗 这种情况我们通常怎么问呢 我们通常怎么问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Is it supposed to rain on Monday Is it supposed to rain on Monday 这里呢,用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词组叫做 Be supposed to 它是表示了假设的一个用法对吧 OK,let's make a conversation 我们来 对个小话 是的 What's the weather like out there 嘴角上扬了吗 扬了扬了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OK 好,就是说明天怎么样 就是说天气怎么样 今天天气特别好 棒好 棒呆 好,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讲呢 可以这么说 It rains, cats and ducks last night 在这里呢,这个cats和and可以连得成catsand catsand 昨天晚上雨下的十分之凶猛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知道可以这用比较基础的单词用beautiful 来形容beautiful beautiful 美棒了 棒呆 但是如果经常下雨可以这么讲 几乎呢 我们每个学生都会使用ring cats and dogs 怎么来显示出自己的不一般呢 如果你不想用礼语 想正经一点 我们可以说 It's raining really hard 我重死了雨点特别大 特别沉 打得我偏头痛了 都打肿了像土豆一样 我别黑土豆好吗 或者我们可以说 We are having a heavy rain We are having a heavy rain 还是非常沉的雨 特别沉的大雨 把我打成土豆了 在中文里面我们常常说这个大雨倾盆对不对 用来形容这个雨很大 感觉这个雨啊就是从天上倒下来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英文这么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怎么样来表达这个雨好像是从天上倒下来的呢 我们可以说 We had a downpour We had a downpour pour这个词本身就是倒水的意思 下次呢如果你想形容下雨就像是这个雨从天上倒下来一样 你就可以用 We had a downpour 这么一个句子了 另外啊还有一种十分口语的表达方式就是 It's really coming down out there It's really coming down out there 也是形容雨特别的大 像倒下来的一样 呃那我想不会总是天天都是倾盆大雨吧 雨小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 比如说今天下了一点毛毛细雨 It's a piece of cake 毛毛雨啦 毛毛雨怎么说 It's just sprink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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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just sprinkling 或者还可以这么说啊 It's drizzling It's drizzling It's drizzling 还有一种雨 它比毛毛雨还要小 就是那种零零星星的降雨 特别小的雨 不用打伞的那种 举个例子 We have to cancel contest because of the scattered rain We have to cancel context because of the scattered rain 那么因为这个零星的小雨呢 我们不得不取消这场比赛 大家以后也可以用到这个scattered rain scattered rain 好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今天就刚才学到几种 从大到小的雨的表达方式对吧 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It rains cats and dogs last night 那如果是倾盆大雨呢 We had a dumb boy 如果是毛毛细雨呢 It's just sprinkling 如果是菱形的小雨呢 scattered rain 说完下雨啊 我们一起来聊聊 出大太阳 出大太阳怎么说呢 It's burning up out there It's burning up out there 那么一般下雨的时候呢 气温都会比较低一点 我本身呢 是不喜欢下雨的 觉得带伞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但是火辣辣的太阳照着 室外跟火炉一样的天气 我也觉得很难适应 你觉得呢 Ellen 我觉得 嗯 It's cool哦 因为我是霍金萌嘛 所以说下雨出太阳 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都宅着 嗯 在家里吹空调 吃西瓜对吧 对 各种吃了 吃西瓜啦 吃冰激凌啦 吃小龙虾啦 好啦 我们打住吧 我们怎么样来形容 这个天气热的跟火炉一样呢 It's burning up out there It's burning up out there It's burning up out there 自带鬼畜 It's burning up out there ou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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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我们学习好多 关于这个天气的英文 好多好多 关于天气的英文 放呆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我是木木 我也是木木 我是Ellen 我是Neo 下期见